抗争的劳工团体想要接近欧盟峰会的会场 和警方发生推挤 场面混乱 根据估计 欧盟会员国的失业人口达到2500万人 其中500万失业人口的年龄在25岁以下 像是要呼应场外的示威声浪 高峰会的地主意大利 总理伦资主张放宽预算赤字 占GDP百分之三的上限 但是德国依旧坚持立场 认为维持财政纪律 也就是预算赤字 必须低于GDP的百分之三 这一点不能妥协 梅克尔认为 避免财政恶化才是挽救经济的法宝 六个小时的高峰会在各方坚持下 并没有任何新的建议或共识 只有同意继续执行64亿欧元的青年失业基金 但外电引述的统计指出 这个基金目前只拨出12% 执行率非常的低 记者 许家人报道